清帝又撞陆小明了 陆小明为了报仇血混出肉桩 看到猴子偷红更是咬牙切齿 关键局势实以为能一波没想到被清帝击碎十分难受 这把双方都是拉分局 陆小明决定大展拳脚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自信的陆小明为何赛后很难受 刺激后清帝来到中路 米莱迪召唤仔仔看事业刚好作为踏板开团驴打滚 双方靠拢爆发小团战 最终双方一换一 清帝抢的只河蟹还是有点小转 等到二分多中陆小明被月塔反杀敖影 双方人头再次吃平 而这把陆小明被认出 红行为了好友为四分钟开始让红使陆小明信心满满 我的把必须再一分 四分钟陆小明方开了暴君来中路找机会 打出米莱迪闪现见张飞到来以为清帝要接团 最终陆小明方打赢了二换三 清帝深知拆塔游戏趁机拔掉下一塔 接近六分钟飞细节单杀敖影 这么有手法吗大爷 而陆小明有了前几次阴影看不到猴子还是很怕的 来红区找下猴子啊 你别让我走前面大哥 你让我走前面我不瞄 你没事开心了嘛 不过白担心一场 清帝只是在专心运营处理兵线 陆小明方趁机再次中路开团 这波虽然撞墙没换到野坑 不过陆小明依旧打赢 取得小优势 红没了吧 红没了 复活后看到清帝在那个位置 就知道红没了很是气氛 这猴子 懂得吧 八分钟中路碰撞一回 陆小明十分关心清帝 看嘉兰 看嘉兰的猴子肯定又当偷子去了 没有没有 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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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猴子拿下打野 陆小明一看到偷红的机会来了 我靠我真的服了 一点伤害都没有了 可惜让清帝极限逃生 队友想收割也被清帝跑掉 陆小明还想输出就出事了 反来没 反来没 过来接一下啊 我的队友呢 白了张飞几个大臂痘 陆小明很郁闷 接着看经纪猴子怎么这么高经纪 接近十分钟 清帝也不再运营找机会 预判靳草果然见飞想埋伏 可惜只有三棍打不死让气跑掉了 不过打了状态清帝趁机纠集队友开暴军 然而老父子露头倾线 对面火速前来抢夺 没有队友看龙被加上被连环控制 清帝直接蒸发还丢失暴军 局势瞬间一边倒 队友也被一追击 这波直接炸裂 复活后老夫子看大龙被流 对面趁胜追击 陆小明终于满足心愿 再次复活后老夫子想看中右视野 对面趁机再次开团 拿下驴打滚局势又是一边倒 队友大男龄投个自飞 清帝见对面穷追不舍连忙清线缓解压力 陆小明拿到双杀趁机做船响一波 局势岌岌可危 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的小脑在你之上 拼掉两个让陆小明十分难受 这么难打吗 复活后陆小明方想冲老夫子 后期的老夫子是真的肉硬顶伤害等 清帝几人赶来 随着清帝拿下双杀 陆小明放手一波 我靠这没了 哎呀好难受啊 我靠清运了 他们要再也不出半肉了 这一点差还没有 老老夫子出几位 最终清帝拿下比赛 陆小明报仇无望 出肉都这么难打猴子吗 太难打了呀 明不过这一瓶 就中国有同一体 不过这几个小明相 上